好,各位朋友好 论语很熟悉 凡登大家也很熟悉 凡登读书会 很多人都是他的会员 我没有想到的是 凡登自己读论语 读的那么的彻底 那么这套书呢 叫做凡登讲论语 论语呢 加起来呢 其实也就是一万多字 但是呢 凡登讲论语 这个上下两套呢 加起来却有七八十万字 那到底讲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值得你去看一看 凡登呢 因为本身呢 对现实世界比较了解 自己读书呢 也比较的多 那么从小呢 就对论语感兴趣 所以呢 他是着智着剧的 把这个论语中的每一句话 用他自己的人生体会 他碰到的这个人生故事 或者说是 他在管理中间 所碰到的各种管理的故事 来印证这个论语中间的每句话 或者说这个每一句话 所能够带来的 对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感悟 所以如果说是 作为一个就是古文读物的话 那么我们读人语可能还会有点困难 但是呢 当你读了这个凡登的 这个凡登讲人语以后 也许对人语 你就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 以及把人语能够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能够结合得更加密切 这个书读起来呢 并不是那么的枯燥 所以呢 大家读了以后呢 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 比较好的 这样的对人语的这种感悟 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指导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值得你去读一下 这一套凡登讲人语